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刚刚刷到 瞬间把我惊到了 居然在十几年前就已经pull back了吗 莫非真是命中注定 在金志愿之前出演的剧 短腿的反击当中 志愿的相机上面有 JW和SH的字样 在这部剧当中他用的是真名 相机是他爸爸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JW是金志愿名字的缩写 SH是金秀贤名字的缩写 双金有自己的callback不是白红 也有不少粉丝怀疑这是假的 不过这个事情还真是真的 相机是真的 之前啥剧的时候看到了 原来这也就是命中注定我会爱你 之前小猫君也做过一期 关于双金宿命感的视频 里面就讲到了金秀贤此前的采访 主持人问到大金 什么时候计划结婚 金秀贤回答说道 大概13年后我也会结婚了 而金秀贤说到的13年之后 也就是2023年 正好是《眼泪女王》拍摄的时候 遇到金志愿的时间 小时候就有情侣款了 谁不说这是命中注定呢 双人真的好配啊 雷王花絮 咸语给海人暖手 放慢速度 发现双金悄悄躲在镜头后 在说什么悄悄话啊 花絮里志愿抽手 秀贤握着不愿放开 金秀贤目前正在拍摄新剧 饰演金成军的他 也被网友放出了最新的路透 这看起来确实没有白贤欲帅气 头发好长 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 进入7月之后 金秀贤与媒体的夺番操作 已经让双金CP的路人盘不断的扩大 甚至没有看过大爆剧《泪之女王》的观众 都开始通过该事件 对两位优秀的艳员有了相互关联的新认识 日前 金秀贤秒删的话题 等赏夺过热搜 引发了大量路人盘的冲击 不少人是抱着好奇的心态 点开词条之后才得知 原来是他在社交账号上发了自己的照片 但是没多久后 又删除了其中的三张 至于删除的原因 外界议论纷纷 其中还牵扯到了他的绯闻女友金志愿 而两人的恋情传闻也是通过小小的照片 热议被炒得火热 这也就让很多吃瓜群众 有了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的心态 因为这次金秀贤秒删的照片和金志愿 之前发布的照片 怎么看也是有些相似吧 虽然一路追来的 不管是CP粉还是维粉 心里都很清楚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而当新粉还在讨论 是不是连角度都很相识后 两边为粉热意不休 预言我们先不提 就各自甩徒 只是为了证明 是对家先捆绑自己偶像时 却给了路人更进一步了解的机会 我当时问了不少路人的感受 当看到评论区各种呼应照片时 才发现原来他们在演玩具之后 有着这么多的巧合 并且就算不知道金秀贤是左撇子的 他们也会好奇 为什么他们发出来 很早期举手机拍摄的照片全都是左手 而报道中对应突是在右手 没人告诉他是因为他们嘴上说着是常见姿势 但反光了所有社媒 也没能看到一张同样的 于是让不少人发出难道电视剧照进现实 二人假戏真做了的感慨 如果说这件事除了为自己做铺垫外 有没有其他收益点 想了想是有的 让更多人关注到了两人合作的作品 了解了今年 金志愿和金秀贤合作电视剧的《眼泪女王》 虽然剧情没少被观众吐槽 但无论热度还是收视率都意气绝尘 脱脱的大爆剧 至于爆火的原因 离不开狗血抓马的剧情 但更多的还是金志愿和金秀贤的演技过硬 以及二人之间超强的CP感 但你要说这收益对于剧已经播比两个月 借男女主剧播期都懒得宣传的举动来看 是有必要的吗 我们不得不说 《眼泪女王》这部剧的爆剧的加长非常大 金志愿凭借该剧成功尚未流量花 商务资源大爆发 金秀贤则是时隔多年再度提名百想市地 虽然因为剧本原因落选 但她的演技一次又一次的征服观众 而这件事发生后 更多的人去回味他们的作品 以及剧播期间的互动 说真的 两人在剧里真的好般配 甚至连花絮看起来都像是偶像剧 加上戏外的营业也相对积极 所以在世界各地都收获了不少的CP粉 对此 关于金秀贤 金志愿恋情庞大的路人盘 让基于照片就报道的内容热意不断 纷纷表示般配 实在是太般配了 在相关词条登上热搜后 不少吃瓜群众表示 真情侣偷偷藏不住 韩语音细生情的例子太多 加上双筋的男帅女美 在一起也很正常 不过回到我们刚刚不愿意提到的话题上来 双方的微粉对此很不满意 在评论区吵起来 金志愿的粉丝be like 金志愿先发的照片 某些男的别蹭了 金秀贤的粉丝表示 不是吧 我哥一直都是这个自拍姿势 也是上演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 找半天找不到一张举高右手拍照的照片 在双方粉丝僵持不下 吃瓜群众看热闹的时候 很多媒体报道二人的经纪公司发话了 只是他们的这个回应 多少有些让人看不明白 记者询问双方经纪公司的内容 绝未得到回应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里都没理 而这时就有了部分无良媒体的发挥 网部回应内容后 做自己的想象填充 所以这到底啥意思 这个模棱两可的不回应 是经纪公司觉得没必要回应假消息 还是间接默认二人的恋情 不懂就问 现在韩国娱乐圈现在也流行打太极吗 对于这个操作 我们真的是不懂 但大为震撼 金秀贤和金志愿都是三十多岁的成年人 即便二人谈恋爱了也没什么吧 况且有角色滤镜的加持 大家也都是祝福的态度 他们希望他们能幸福安静的交往 迫不及待的等着他们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天 其实对于韩国民众来说 国民支持度真的很重要 金秀贤即将在10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金志愿的生日在首尔高丽大学花景体育馆 为亚洲巡演画下完美的句号 这场粉丝见面会不仅是亚洲巡演的终点 也是双金CP粉丝们行中最甜蜜的时刻 《眼泪女王》的播出 不仅让该剧收视率飙升 更让金秀贤与金志愿这对CP成为了万千人行中的焦点 剧中他们默契的表演 仿佛将观众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爱情世界 让人不禁感叹 双金夫妇的演技真是无可挑剔 剧集的成功 不仅仅是演员与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更是两位主角之间超觉CP感的结晶 让无数秀兵们为之倾倒 甚至梦想着两人能在现实中结为眷侣 然而当《眼泪女王》的大结局特辑曝光时 CP粉们的心却经历了一场微妙的波动 虽然金秀贤与金志愿 因为形成冲突 无法一同录制特辑 但这并未减少粉丝们的热情 相反 他们在网络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表达了对两人合体的渴望 但请放心 最新的官方滑续中 粉丝们又意外发现了糖分满满的细节 金秀贤手拿的剧本上 不仅贴有金志愿的应援贴纸 还有一张印有自己童年模样的贴纸 这一举动 无疑是在暗中传递着爱意 让CP粉们心跳加速 不仅如此 金秀贤与金志愿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 也让人浮相连篇 金志愿甚至在INS上晒出了与金秀贤的合照 这标志着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加深 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行为 实则充满了浪漫与甜蜜 让粉丝们不禁感慨 这感觉就像看了一场完美的爱情电影 鬼谷眼泪女王的母后花絮 金秀贤与金志愿的互动 更是让人觉得 他们之间的感情不仅仅局限于角色 无论是手忙脚乱的爱心壁花 还是因说错台词 而展现出的可爱模样 都让人觉得他们之间 有着超越友情的神厚情感 感谢观看